这场折衡对决水平有多高呢 堪称是国家队的内战 这是在神圳举行的一场平板球团体赛 接发出的琳娜抓对方的侧身 有了直板的方胜棚 名战很猛的卫士号 他们都是有国家队的经历 连续的贴防控住落点 抓住对方杀猛的回球 侧身反攻 连续的落点压住对方的防守位 限制对方的正手侧身 主动平成的防守位 加时柱遵守空挡 这也是对付直排的一个常用套路 一当少有机会 发生碰的折板有很强的爆发力 超乎神像的打码质量 发生碰给11比4 拿下了第二局 残点的堂基 压两个弱点 会让对方的正手 有发力的空间 放生碰的打法 还是以正手为主 注重前三盘的争夺 快速的衔接 控两个大脚 发手撇了一板 球的节奏突然变慢 往前走 这一局的卫士号 战术非常明确 通过两个大脚的钳制 让对方的正手 没有照顽发力的机会 都是在被动着架 晃了一个防守发球 避开了对方的领达锋芒 不至于第二板陷入被动 极限的正手防拉 刷大了对方侧身的意图 撇了一个靠近白扁的大脚 连续的两把正手斜线 放生螃蟹的进拱 角度很大 都是从侧边出去的 抓住进台半高的机会 调打正手短 一个意外的插边 想去救球 脚下的步伐没有站稳摔跤了 强点的回球 为时好保护线压得很低 虽然更容易插网 是做健身房的压针压的力量 漂亮 吸一笔七 放生螃蟹拿下第四局 漂亮 接力的下压 控住两个大脚 前三盘的争夺非常激烈 锋住了对方的成功陷入 一旦被两边掉动后 放生螃蟹的站位有些迟疑 如果侧身就暴露了这首空挡 放生螃蟹的斜线 发球后的防尸斜线 速度跟弱点兼备 扛出正手直线防拉得分 踩到了对方的领拉弱点 最后是放生螃蟹 3比2 赢了卫士号